不戏班外头 妈妈骑机车准备接女儿下课 书包餐带都还没有放头 一辆白色轿车是突然往前逼近 跟着又在距离小朋友几十公分的距离 突然踩刹车 差点就撞了上去 妈妈以为对方没看到 上前询问契恶驾驶 驾驶竟然说自己是故意的 因为等太久不开心 还说她很有空可以报警 她不怕 而小朋友的阿姨担心危险 先牵机车离开 驾驶却又一直往前要冲撞的模样 让女同母亲十分气愤 因此把影片PO上网 而影片地点就在台中新车 一处补习班门外 完见了家长来接小朋友回家 却有驾驶为了到对面的臭豆腐店吃饭 认为骑士耽搁太久了 因此逼近机车 而更据了解 其实臭豆腐店外 就有一处免费的专属停车场 女同母亲实在无法理解 这驾驶为何这么着急要停路边 律师也说了 驾驶的行为 可能涉及了刑法的恐吓为安罪 可除两年以下 有机突袭